首都吉隆坡则是有三名男子呢 怀疑利用假枪去抢劫一名二手手机商 那其中两个人隔天就落入警网 立民同党呢则是逆藏在 柔佛世故来亲戚的住家 那警方跨州展开逮捕行动 警方指出这三个人以39令吉 在网上购买了一把假枪之后 就在社交媒体寻找猎物 乔庄成为买家要购买手机 诱骗二手手机的商家出来会面之后 再亮出手枪来抢劫 导致受害者损失大约6000令吉 三名年龄介于24到26岁的嫌犯 分别是送餐员还有餐馆的员工 还有一个人是没有工作 其中两个人拥有毒品案底和犯罪的前科 警方已经延长扣留三个人五天 协助调查 同时援引刑事法典第395以及397 结果迟现抢劫条文展开调查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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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大家 Los JOSHUA